第十个 红联海 泰国东北部的乌龙他尼有一片红联海 这个由大片红联组成的粉色景观 在CNN网站评选出的世界十五大器官中名列第二 红联海所在的湖泊叫做龙寒湖 占地近五万亩 栖息着多种鱼类 鸟类及众多水生植物 小型鸟类可以在荷叶上如平地般的行走 而且它们并不怕人 即使靠得很近也不会飞走 每年12月至次年2月是它的最佳旅游季节 你可以在这里见到大片莲花如地毯般铺满水面的壮观奇景 需要注意的是 观看红莲花海要在中午之前 红莲花绽放的时候在早上六点到十点 后面因为阳光和温度 花朵会逐渐收小 虽然傍晚时分又会续续绽放 但由于光线原因 夜里是无法赏花的 第九个 十二室图沿 十二室图沿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大洋路边上 坎贝尔港国家公园之中 屹立在海岸旁已有二千万年的历史 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这些矗立在湛蓝海洋中的独立礁石 经过千年的海浪和海风的洗礼 被大自然鬼斧神工地叼凿成酷似人面 而且表情迥异的十二块岩石 因为它们的数量及形态 恰巧酷似耶稣的十二室图 人们就以圣经故事里的十二室图为之命名 这些石头形成于海浪的侵蚀作用 在过去的一千到两千万年中 来自南大洋的风暴和大风不断地腐蚀 相对松软的石灰岩悬崖 如果你走近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些岩石上的一层层的堆积痕迹 犹如大树的年轮一般 还在岩石上形成了许多洞穴 这些洞穴不断变大 有些大的洞被贯穿 被扩大成为拱门形状 再经过多年的侵蚀并最终倒塌 如今的十二门徒只残留了七个 五个门徒在海水长年的侵蚀和冲刷下 已经相继风化消失 甚至有人曾亲眼见过石柱倒塌 所以如果你刚好在澳大利亚旅游 不妨抓紧时间 在它们彻底消失前好好欣赏一遍 第八个奇迹石 奇迹石是挪威最富盛名的旅游景点 这块石头卡在了两座悬崖的缝隙处 即便经历了千年的风雨 它也仍然屹立不倒 成为一大奇迹 奇迹石也叫勇敢者之石 它距离地面的高度达一千米 只有那些比较勇敢的人 才敢踏上这块奇迹之石 甚至还有传说 只要能够站到奇迹石上 眺望一下下方风景 之后就会像开挂般走上人生巅峰 有些年轻的情侣会头顶湛蓝的天空 脚踏着这不小心就会掉落的石头 发誓要彼此深爱一生 这样的经历 即使是年老后回忆起来 还是会有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虽然登上奇迹石 就能享受谷底的无限风光 但大多数游客 都是来拍照打卡而已 因为奇迹石前后都是悬崖 又没有任何安全栅栏防护 真正赶上去的人少之又少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人想去奇迹石体验一下 腿脚站立的感觉呢 第七个 摩拉基大原石 地球存在着各种奇怪的风景 有些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有些则是来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在幽静田淡的新西兰南岛 有个叫摩拉基的海滩 每当海水退潮时 就会看见有多个巨大的原石头 露出海面 被称为摩拉基大原石 是新西兰南岛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这些石头并不是人工雕刻成的 而是自然界的产物 巨石的形状之源 结构之神奇 使每一位见到这些石头的人 都不得不从心底感叹 虽然来参观游览摩拉基大原石的游客 络绎不绝 但是对于大原石的成因 大家众说纷纭 外星来客说 史前文明的遗物 恐龙弹等流言甚嚣尘上 新西兰当地的考古机构认为 原石是海底生物与特有的地质结构相结合 通过化学反应生长而成的 但到目前为止 这些说法都没能找到切实有力的证据支持 因此 这些石头形成的原因还有待考证 这些神秘的原石景观壮丽 带给人巨大的震撼 也让人为大自然的神奇而深深感慨 第六个 鬼城科奥科 著名的鬼城科奥科 位于意大利南部马太拉省的一处 400米高的悬崖上 这里被淫泥的乡村风景围绕着 但镇内镇外空无一人 小镇历史可以追溯到八世纪 这里曾是一个繁华的村落 人口在15世纪时最多达到2500多人 但可惜该镇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 不幸经历了动荡的时代 许多当地人选择逃亡美国等地 由于山体滑坡 地震和洪水等地质灾害 这里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在20世纪60年代 当该镇经受多次山体滑坡袭击时 更多人选择离开这里 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地震 使它完全被人们放弃 由于其独特的外观 这个荒凉 但不乏美丽的小镇 已经成为许多电影的背景版 比如著名的耶稣受难记 就曾在这里拍摄 如今大部分防射仍然清晰可见 那些希望亲自领略历史的人 可以通过当地的导游进入该镇 毛里求斯查马雷勒的这小片 《沙丘》因沙子中 混杂着多种不同颜色 而得名《彩色沙丘》 据现代科学家们的研究 这些彩色沙丘的形成 主要是因为火山岩融化后 冷却的速度不均 加上土质里所含的水晶 以及火山灰里的多种金属成分 经过阳光照射之后 便展现出各种奇异的光彩 有意思的是 即使将各种颜色的沙土混合 它们最终还是会分层 如今彩色沙丘 是毛里求斯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为了防止游客 破坏这一特殊的地质风貌 周边还竖起了围栏 虽然不能近距离接触 但你在外围一样可以欣赏这种美景 第四个 飞喷泉 在美国内华达州 有一个名为飞喷泉的神奇喷泉 这个喷泉的地貌 在地球上极其罕见 仿若火山一般 飞喷泉是一个间断喷发的温泉 这种间歇泉 多发生于火山活动活跃的区域 炙热的熔岩 使周围地层的水温升高化为水气 这些水气沿着裂缝上升 当温度下降到气化点以下时 就凝结成为高温的水 伴随着压力的作用喷发出去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 飞喷泉是纯天然形成的自然景观 但它其实是人类 与自然共同造就的杰作 1964年 工程师们在打井寻找低热能源石无意中 导致了这里的意外喷发 间歇泉水里富含的多种矿物质 使井口逐渐形成了这座小山 也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奇景 第三个 团结雕像 团结雕像高182米 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雕像 这座巨大的雕像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 被放置在那尔莫达河上的一个小岛上 是印度精神历史和学术价值的象征 该雕像是为了纪念印度首任副总理和内政部长 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 他在团结雕像所在的古拉贾特农村长大 是甘地最早的助手之一 发起了反对英国统治的和平抗议活动 他还因统一了英国统治结束后存在的565个自治州 而受到赞扬 这有效地凝聚了这个国家 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印度 雕塑的高度是特意选择的 以反映古拉贾特立法议会的182个席位 这个巨大的雕塑坐落在一个50米高的基座上 这使得团结雕像的总高度达到了232米 这座雕塑如此之大 以至于在印度没有铸造厂的设备 来铸造覆盖在钢铁和混凝土核心上的青铜件 据了解 这些零件最终在中国铸造 然后运回印度 在那里进行现场组装 铜板数量总共5600多个 如果考虑到正面的青铜面板 团结雕像使用了3550吨的青铜 团结雕像内部还设立了一个博物馆 以纪念帕特尔的一生和他对统一印度的贡献 到2021年 有500万人参观了团结雕像 其日游客人数甚至超过了自由女神像 第二个 婆罗浮屠 婆罗浮屠是印度尼西亚 爪哇岛上的一座佛教寺庙 被认为是佛教建筑的杰作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筑物之一 婆罗浮屠建于公元8至9世纪 处于古代印度尼西亚的先罗王国统治时期 这座巨型建筑动用了几十万名工匠耗时数十年 整体呈金字塔形 从底网上逐渐缩小 最后终结于最高处的大佛塔 因此有印尼的金字塔之称 与中国的长城 印度的太极林 柬埔寨的吴格窟 并称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 婆罗浮屠以其精美的浮雕和雕塑而闻名 被视为世界上最精细的佛教艺术之一 在婆罗浮屠的墙壁 回廊和塔楼上 可以看到大量精致的浮雕 描绘了佛陀的生平故事 佛教教义和当地神话传说 这些浮雕展示了卓越的艺术技巧 和对细节的精心关注 展现了古代艺术家的高超技艺和创造力 值得一提的是 婆罗浮屠曾经沉睡于层层的火山灰之下 和茂密的丛林之中 被人们遗忘长达十个世纪 直到1815年才被重新发现 1970年 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共同合作 以恢复婆罗浮屠昔日的威严 修复完成之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还将婆罗浮屠 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目 第一个 疯狂入侵的超级猪 美国有900万头野猪在快乐生活 它们大多是家猪和欧洲野猪的杂交种 因为融合了双方的基因优势 变得体型更大 繁殖能力更强 它们还有一个让农业从业者闻风丧胆的称号 那就是超级猪 这些超级猪几乎什么都吃 每年对美国农作物 牧场 森林和牲畜造成的损失高达25亿美元 更可怕的是猪身上 还带有很多能传染给人类的病原体 为了减少这些疯狂泛滥的入侵物种 美国和加拿大的专家想出种种办法 包括设陷阱 投毒 在猪身上装GPS找到族群 鼓励人们捕猎 但可惜依旧收效甚微 一些专家警告 传统的狩猎技术 已经无法有效消灭这些超级猪 必须尽快且积极采取行动 如果任期发展 将对所有人产生负面影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 10个无人机拍摄的惊人画面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